哈喽,我是辛亚 我们这个部分已经放了一夜了 也就是过了24小时 你看它长这么大 所以要记得哦 如果说你的容器不够大 因为我这一次是做12两吐司膜做两个的量 所以它面团发起来很大 所以你们要嘛就用一个很大的塑胶袋 把空气排出去,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再进去冷藏 要嘛就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 不然的话 面团的爆发力是很强的 其实它会从别的地方这样跑出来 要千万想,因为跑出来的地方 它在冰箱里面 它就会变成表皮会干燥 那那块面团就 就变成那一块跑出来的地方 就变成偏硬了 因为它好像被脱水了一样 所以要注意哦 你看这么大一个 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把这个保鲜膜拿掉 我们这个是用白玫瑰鲜鲜酵母去做的 当然如果说 你没有白玫瑰鲜鲜酵母的话 也可以你用一般的 速发酵母都是一样 那就是把我的白玫瑰鲜鲜酵母的量 除以3 除以3就是等于你速发酵母的量 好 再来我们就是要把它 倒出来咯 再来可以撒一点手粉 手粉是用 按高筋面粉都可以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把空气排出去 接下来我们称一下面团的重量是多少啊 记得把它处理2 好 那这个量就是 这一团面团一半的量就是 弄了一个12两个鲜鲜鲜膜的量 然后这一个也是一样 那我们刚刚把气排出来了之后啊 那我们刚刚把气排出来了之后啊 那我们就把它 稍微把它弄成圆一下 然后把它再分成3颗 然后把它再分成3颗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等一下这个已经是三颗面团了 然后等一下这个也是一样照分成三颗面团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做的量是只有一个12两吐司膜 那你就只要分三颗就好了 分三小颗就好了 三小颗的目的是等一下我们放进去 这样子放三颗 好,那我们就把它整成圆 然后再让它醒一下 等一下盖保鲜膜或者是盖一个锅子 让它醒个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 然后再来把它做反卷 先醒个10分钟好了 就是把它光滑面朝外 好,就这样子 等一下这边让它盖个保鲜膜 好,那等一下我们醒至10分钟以后再回来再做反卷 这边已经醒至10分钟了 然后我们再把刚刚的第一颗面团拿出来 桌面上撒一点点粉 然后呢,我们把它擀开 这个是我们芒果 芒果切成块它直接去打 如果你是把它芒果弄成泥 芒果打成芒果泥的话就不会有这些纤维 那你如果觉得没有差的话 那你就把用芒果块去做没有关系 好 这旁边的泡泡就把它打掉 那再来呢,我们就把它 感卷 这个叫感卷第一次 放着 然后换做第二块 那桌面可以撒一点点粉 其实你一块面团它最OK的状态就是它其实不太粘你的手 大致上我们把大空气感到去之后 然后再把大的气泡拍掉 再来就把它卷起来 这叫一次感卷 好,那我们就把剩下的都把它卷完 好,这个部分是我们一次感卷的部分 它目前已经又醒了十分钟了 那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把它感开一次 就是尽量把大泡泡擀出来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大致上拍一下 好,然后再把它卷起来 好,看一下哦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 你看底部有没有收好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帮它收好 好,那收好了之后啊 我们就把它直接放进来 我们这边是要三颗的哦 一二三 来 第二颗 再把它卷起来 看底部有没有收好 没有的话你就帮它捏一下 再把它放进来 这就是第二颗哦 我们再放一颗 就好了 再放一颗 然后再放我 再放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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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再放一颗 然后再放一颗 底部要记得收好 再把它放进去 记得放进去以后 我们再把它平均压一下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要让它再发酵 最后一次发酵大概要发酵个三十分钟 就是发到大概八分满的时候 看它大概长到八分满七八分满的时候 你就可以入进炉去烤 那烤温是多少呢 底温是210 然后上温是180 用这样烤35分钟 当然要看你的烤箱 你的烤箱习惯的温度是怎么样 你要自己去做调配 但是我讲的是大致上的烤温 我们没有加盖的烤温是底温210 上温大概180 烤35分钟 好那我们要记得后发 后发到七分发或八分发的时候 就是它还没有整个满出来的时候 就要进去烤了 因为这个面团的爆发力还蛮强的 所以你就大概让它后发到七分 七分或是八分的时候就入烤 那这个部分就烤咯 那再把另外一个把它赶捲完 那我们就要入炉去烤咯 好我们教大家那个我们吐司膜 如果要做后发其实可以怎么样 因为来我们看这边 我们烤箱已经预热了嘛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但是放在上面它非常的烫 你要小心 所以我底下有垫一块抹布 你知道吗 垫抹布 然后你摸它其实不太烫 这个温度可以让它发酵用 可以用这个小撇布 还是教大家可以用这个小撇布 它不会太烫 如果你直接放这边那不一样 它那温度太高了 好你看它已经发到了 大概八分满 发到八分满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弄 你可以看你要刷蛋液啊 或者是刷或不刷是没有关系 但是烤出来它亮度上 会有差别 你可以涂全蛋液 或者是像我这个是蛋黄 蛋黄液 有涂蛋液啊 我们去烤出来啊 它会比较亮 要记得我们后发之后啊 我们要刷蛋液要小心 不要把它因为它是发酵了 不要把它刷得太用力 它小红 就缩下去那就不对了 那当然不刷也没有关系啦 就是烤出来它的亮度上是有差别的 当然你刷全蛋液啊 或者是刷像我刷蛋黄 它当然有差别啊 刷蛋黄的话它会比较黄 它颜色会比较黄 它颜色会比较黄 30分钟 30分钟它就这样子了 你要记得哦 要可能要表面用保鲜膜把它封着 或者是用放一杯水在烤箱里面 整个放进去 让它这样慢慢温温的温度 然后慢慢发酵 这样也OK 就是重点要注意它表面不要让它干了 好 那我们这边把它都刷上了蛋液之后啊 我们就要把它送进烤箱哦 好 我是想要把这些蛋液把它刷完了 好 这边再把它刷一刷 就OK咯 我们要进去烤咯 好 来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了 好 我们开始计时35分钟以后回来看 OK 好了 这我们烤了35分钟以后的 这一颗我们把它拿出来 来 拿出来先敲一下 然后把它倒出来 就放这样子让它放凉 好 那另外一颗也是这样子把它倒出来 那这边的部分就OK了 因为我用的 你看哦 我用的两个膜是不一样的膜 这个是金色 然后这个是这种颜色 通常我这个会烤的比较久 多烤个五分钟 它底部才会这样子上色 所以这部分我会让它再多烤五分钟 所以要试你的模具的情况再去加烤它 对 因为现在我之前做的习惯是 现在倒扣出来这个颜色一定还没上色 所以再多烤个大概三分钟 那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过程 就是用低温发酵的方式 前一天晚上我就先打好面团 放冰箱冷藏 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 我们面团已经打好了 就要立刻冷藏 那我们要用个大的塑胶袋把它装进去 或者是你有大的锅子 把它盖好 要把它用保鲜膜封好 然后旁边用橡皮筋把它捆好 重点是不要让它爆炸 就面团它的爆发力很强 它会跑出来 它跑出来的部分面团冰箱冰太久 跑出来以后 它那一团面团表皮就会硬化 那硬化部分就要把它拔掉很麻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弄个大塑胶袋把它绑好 或者是把它整个封好 然后等到24小时 就是隔天的晚上 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把它倒出来 这就已经完成基础发酵的低温发酵 在冰箱里面都已经完成了 那之后我们才会进行 一次干卷或二次干卷 之后再把它放到膜子里面 然后再等待最后发酵 最后发酵大概是35分钟左右 要看你的温度跟时间 那发酵完以后 我们就趕快放进去就烤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低温发酵是 上班族的妈妈们是最方便的方式 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到先 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 大家有问题再跟我反应 谢谢拜拜